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秀曼为何那样 最近金秀贤ins和泡泡疯狂是爱金志愿 根本忘不掉她 网友感叹不仅观众和网友走不出来 入戏很深的金秀贤也未从角色中走出 近日还频频在网络上是爱老婆金志愿呀 只能说无理秀曼你真的超爱 要知道金秀贤自从入住粉丝社交平台 把宝泡泡后就一直活跃和粉丝们互动 出差的妈 乏疯的爸 幸福的秀兵们 只不过在14日当天 金秀贤却忽然发了一句说 小心感冒 好好吃饭 我错了 这句莫名其妙的话都让粉丝们看得一头雾水 但原来无理秀曼要叮嘱的对象 其实是金志愿了 要知道前几天金志愿都在新加坡出席活动 而新加坡最近天气都在下暴雨 而且金志愿在活动现场还穿了漏背的衣服 这根本就是在关心老婆吧 我不管秀兵们就是要大磕特磕 此时此刻双金的CP粉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对此不少网友也笑说 这个真的不正常 应该都知道志愿今天在新加坡穿了漏背的衣服 我就说这死仔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人在韩国 心已经跟着老婆走了 不仅如此 刚有网友发现金志愿工作人员提了一袋零食 里面装的都是金秀贤爱吃的麦片啊 谁喜欢吃麦片我不说 借出差也会给隔带零食 而且国勒不久 金秀贤有忽然大爆发 一次性上传42张照片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从旅行照 西装诱惑照 太平洋宽肩照 动感汽车照 借为喷水照之外 当中还有许多眼泪女王片场照片 和德国蜜月期的照片引来网友关注 不少网友开玩笑问 这是想志愿了吗 但也有网友表示 可你真的不是在清理手机内存吗 之后也在instagram上传和老婆合照当天身穿铜件衣服的照片 满脸笑容对着镜头微笑的样子 也让秀兵们风猜绝对是金志愿要回来了 所以金秀贤才这么开心吧 哟 好好好 知道你等志愿欧妮回家 有人现在很高兴老婆回家 你真的走不出来了 她一定半夜都在想有的没的 她为什么不昨天发 明天发 偏偏要在志愿今天从新加坡回来发呢 无数个巧合凑在一起就不是巧合了 最好磕的还是 由深通广大的韩国网友发现 金秀贤发的这两张照片都是从视频截图来的 就是专门找个欢迎姿势 然后截图发的 哎呦呦 屋里金秀贤为了欢迎老婆回国 还特意截图 真的不要太爱了你 另外 早前一起出演眼泪女王金道贤在 RadioStar也意外提及金秀贤 表示自己就问了一下金秀贤穿的长羽绒是从哪买的 没想到隔天金秀贤立马给全剧组送了羽绒服 而且重点是金秀贤送给剧组人员的都是长款羽绒服 只有金志愿是短款的 纷纷推测两人share一件羽绒服 大金送全体都是长的 短款看到只有小金跟他有穿 但搜出来大金代言这款只出了男装款 韩国网友都有推测小金这一件是不是穿了大金的 而不是有两件金秀贤给全部人都送了羽绒服 而贤优的外套还有其他都只会给海人好甜 许多人看了都直呼被填掉牙 希望他们真的能假戏真做 请原地结婚 要官宣在一起了吗 戏外比戏里还甜啊 请为了我在一起吧 我想看贤佑和海人的续集 歌最近行为异常 随时随地开评 韩国男神金秀贤 时隔四年回归小萤幕 与金志愿携手主演韩剧《眼泪女王》剧集播出后 收视率呈现出惊人的上升趋势 甚至还超越玄冰 孙一珍主演的爱的迫降 不得不说双金夫妇实力真的没话说啊 当然剧集的成功 除了归功于演员们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之外 男女主角金秀贤 金志愿的超绝CP敢更是功不可摸啊 不少秀兵们更是忍不住大喊 希望两人立马原地结婚啊 《眼泪女王》大结局为了安慰观众们对大结局的不舍 特意准备了特级共两集 每集60分钟 由演员亲自说明剧中场面 只不过遗憾的是 金秀贤和金志愿因为形成冲突 所以他们将分别录制《眼泪女王》大结局的特级 消息曝光后更是引发CP粉们的热议 直言两位不合体 乃至特级有何用 我们秀兵们只要看爸爸妈妈合体 不要啦 剧里哭死我了 剧外也要让我遗憾嘛 我要破防了等等 但各位秀兵先别感到绝望 在最新官方公开的花絮中 网友们再次捡到了狗粮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快来看看吧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金秀贤手上拿着的剧本 上面居然贴了印有金志愿的应援贴纸之外 还贴上了印有自己小时候样子的应援贴纸 这很难不让人相信 金秀贤就是在暗戳戳撒糖啊 而且还贴在了天天拿着看的剧本上 其居心简直让CP粉发狂 此外 除了贴纸糖让全体CP粉直接在线发疯的原因 是因为金秀贤的IMS公开了和金志愿的合照 而这照片还是小舅子秀哲拍摄的 这也是居集开播以来 金秀贤首次上传与金志愿的双人合影 两人身穿同色系的黑色羽绒服 仿佛就是情外套的集市感 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位白女婿从一开始只发自己的照片到上传全家照 然后上传了金志愿拍摄的自己 现在直接晒夫妻合照了 这循序渐进的方式也太好磕了吧 当然屋里秀兵妈妈金志愿也在IMS 按戳戳放上和金秀贤的照片还有两人的合照 不少网友表示 这种肯定都是经过女生同意才发的 今天又联系了呢 以愿 下次发结婚照 官宣照 我可以单身 他们俩必须在一起 磕得上一对CP 是玄冰孙艺珍结果成了 这次磕你俩也一定能成等等 而且有关注双金CP的粉丝们 都一定知道 两人的幕后花絮和正片一样填到爆 不管是手忙脚乱 比爱心滋事 或是因说错台词 卖蒙看着金秀贤撒娇的金志愿 不知情的还以为小两口在秀恩爱呢 而且偏内向型爱人的金秀贤和金志愿 从花絮来看 两人一开始合作时的互动 反而是乍看不熟 连对到眼神马上就会避开 但有些粉丝反而就觉得这样更加证明 两人有点什么 比起那种大大方方 但一眼就看得出 在营业的CP 金秀贤和金志愿那种隐隐约约的氛围更好磕 还有两人对视之后 忍不住转开视线笑的模样 也让粉丝想起玄冰和孙一贞 那种甜甜的暧昧氛围感 很难不让人想多多 同样造成绕热议的 还有第一集的金秀贤与金志愿的亲亲戏份 竟然高达十次 这也让网友相信 两人有希望在一起 所以这部两个人应该都单身 不然不会这么多 直接把另一半有对象的可能性pass了 只能上下他们谈了 而且翻回之前金秀贤的采访 他曾经说过和女演员不自在才更危险 那么一直害羞不敢对视的双金CP 真的很有戏啊 网友评价道 所以敢大方互动的肯定只是朋友 我也一直觉得他们有戏 只要有一个人主动跨出去 很大概率会成真 面对喜欢的人越小心翼翼 对此广大CP粉也希望无理秀曼勇敢一点 向玄冰欧巴学习一下 跨出那一步 结合种种迹象 更让人相信两人真的很有戏 网友更纷纷敲碗 两人原地交往 还有人搞笑说 如果觉得交往有压力 可以直接结婚没关系 现在结婚 拼一点的话 明年就可以看到秀兵了 这一步